一般来说,如此巨大的小行星撞击事件,会在地表留下巨大的陨石坑,至于小行星本身,它一部分会因撞击产生的高温高氧而融化,与地球本身的岩石融为一起,另一部分则会因撞击的冲击力而被弹飞出去,再被地球引力吸引落回地表,散布在世界各地,那部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陨石现在已经被岩城覆盖, 在未日深深的地表之下,难以被发现,而另一部分的陨石和陨石坑,则已经被发现,不过,即使是明显的陨石坑,也是直到了1991年才被发现,这个撞击坑,现在被称作是耻热撞击坑,直径200多公里,深度3公里,经过放射性检测,确定了该陨石坑,形成于6500万年前, 和恐龙突然消失的时间一致,这个上古时代发生的仪器直径,达到了夸张的180公里,也就是到途中的那个虚胸位置,根据估计, 这颗远石直径在10公里左右,产生的爆炸足足适出高达4.2星1023交2的能量,相当于100万亿多黄色炸药,1014对TNT当量。 石坑在地面上,跟我们平时扔个弹绿球,扔在地上,又弹起来不一样,毕竟一块岩石如果真的有几公里,甚至于几十公里那么大,实际上它是非常脆弱的, 所以几乎是在触地的一瞬间,就应该已经变成了碎片,甚至于在空中就已经碎裂。 同时因为巨大的能量,这些碎片迅速的蒸发,也许会有敞亮的大块的碎片保留了下来, 但是这些碎片已经变得非常小,并且正如之前所说的,早就已经深埋地下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